重點區域輔損 現任優先 總統說什麼也要把鄭運鵬 留在立法院 還有自己的接班人 總統動之以情 因為我快畢業了 我520就畢業了 因為說我畢業了 我可以去做一個快樂的總統 這是說退休的總統 可是我當然退休以後 我會覺得很快樂 但是如果接班的人 不是讓我放心 讓台灣可以繼續往前走的 我這個退休的總統 也不會太快樂 不到半年只有要卸任 總統心情憂喜參半 尤其選前四天 國家警報大響已成了政治事件 我聽蔡英文總統 在第一時間的答員 覺得怪怪的 因為她一點都不緊張 說只有衛星 大家不用擔心 好像她已經早就知道一樣 我們合理懷疑 你這是模擬好了嗎 只是出了一個差錯 就是什麼 把衛星英文寫成飛彈 這個明顯錯誤 你看她第一時間早就知道 這只是衛星而已 像我們不知道的 像我真的不知道 是衛星還是飛彈 蔡英文總統一點都不擔心 難道她沒有看到 那個飛彈 這個字嗎 回顧總統表情 警報大響時 因手機沒放身上 只能湊去看陳其邁的智慧手錶 了解狀況 只見總統看了一眼 隨即笑著安撫群眾 難道真如在野黨所說 總統發布國家警報前 你知情嗎 據悉總統確實知道 對岸下午3點03分要發射衛星 但不清楚火箭飛行航線 與原本掌握航線不同 是在警報響起時 才知國防部發出警報 行程結束國安單位隨即跟總統報告 國防部這14分鐘內的決策 總統也肯定 只是國防部的錯誤英文用字 卻讓在野陣營找到疑點 來辦發言人趙玉桑 更一度直言 國防部發這簡訊 對民進黨的選情有傷 過去中國的飛彈或者衛星 通過台灣的上空 當時在野黨要求國防部必須要全程監控之外 希望能夠訊息透明 能夠讓國人有資的權利 我想這一次國防部 他做了公布跟警告 選舉期間國家安全跟兩岸穩定 一樣重要 不認為這個事情是為了選舉 而是應該建立其一套 國家級的防空警報的規範 還有總統府前晚也定掉 對岸的衛星發射已排除政治企圖 服怨這回活速切割 中國界選不賣芒果乾 TVBS新聞董悠俊娴柔 台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